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苹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水果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说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由此可见,苹果的营养价值多高 苹果是因为甘粮,微酸,硅皮,胃茎 具有生筋止咳,清热浮凡的作用的 具有生筋止咳,除凡,易脾止血的功效 还可以润肠通便,醒酒 苹果是可以止血,又能够润肠通便 现在医学认为,苹果中含有丰富的胶质 具有特别好的润肠通便的效果 果皮的果肉含有丰富的多分类的物质 这些物质具有防止心血管疾病 还能够将血压,将胆固醇,抑制幽门螺旋菌 保护胃粘膜的作用的 是营养比较全面的水果之一 平日里面我们吃苹果,可以很好的预防癌症 补血,抗氧化,减肥,预防便秘 清洁口腔,强化骨弱,凝神安眠,连环衰老的 我们经常吃苹果,可以很好的保护心脏 吃苹果能够帮助溶解血管中的导致心脏病的元胸血栓 加州大学丰校的研究表明了 每天吃两颗苹果,或者喝一杯半的纯苹果汁 能够减少血液中坏兰固醇的含量 防止动脉双色 欧洲研究显示,经常吃苹果的人 发生心肌梗塞的几率 比不吃苹果的人降低了40% 同时,现代医学证明 吃苹果可以很好的缓解臂密 对便秘有特别好的治疗效果 减肥期间吃苹果 能够帮助我们把身体的毒素 垃圾,睡上的排出体外 从而能够迅速的减轻体重 使人的体质得到改善 是一种非常好的减脂食材 减肥期间,饿的时候吃上一颗苹果 不需要太大 小颗就可以,饱腹感很强大 两个小时都不会饿 是非常好的冲击食物 并且苹果的脂肪含量比较少 无论我们怎么吃苹果 都不会发胖的 而且可以还好的增加钙质 使我们身体的水分不流失 我们把准备好的苹果 搓洗干净 果皮不要去除 加入湿盐洗一洗 好好的搓一搓 去除残用的纳质 细菌杂质 苹果去掉果壶 切成小块 梨中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D 维生素C 钙 鎂 而含有大量的酵素 能够帮助消化 其中的鎂 也能够提高酵素的活性 保持肠炎的水分 帮助排便 预防便秘 梨含有特别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 有助于消化和排便 通便 并且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 早上起床之后 睡一颗梨 达到很好的润肠通便的效果 预防便秘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我们在选择梨的上面 要选择熟透的梨 不要选择不熟达 梨子汁水又多 口感又好 香甜脆爽 减肥期间可以吃梨 可以还好的补充水分 补充维生素的 营养全面 在平时减肥的时候 我们饿了 可以吃一颗梨 或者一颗苹果 脂肪又低 糖量又低 而且可以还好的增加饱腹感 营养又全面 是减肥的还好的食材 我们来准备红枣 尽量选择干的红枣 这个季节呢 也可以用鲜的红枣 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吧 红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吃的滋补加品 红枣具有 补血 意气 养血 安神 健脾和味的功效 对于脾胃虚弱 气血不足 胎卷无力打 失眠患者 都有良好的 保健营养的价值 红枣含有的 环磷酸腺肝 是人体能量代谢的 必要物质 可以增强记忆力 消除疲劳 扩张血管 增加心肌收缩力 改善心肌营养 对防止心脑血管 有特别好的作用 并且 红枣对急性慢性肝炎 肝硬化贫血 过敏性死癫 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俗话说 一时三早 长生不老 每天呢 我们女性 需要吃上几颗红枣 可以很好的美容助盐 延缓衰老 对这种好处很多大 像减脂期间 减肥期间 吃的东西比较少 那么就会导致 血运 身体不适 浑身没有力气 这个时候吃上几颗红枣 可以补充体力的 强壮身体 而且可以补充维生素C 提高身体的能量 达到很好的减肥效果的 红枣的含糖量很低的 减肥人群吃呢 不会发胖 但是不要太多的吃 每天吃三到五颗即可 我们来准备生姜 用鲜的生姜就可以 生姜具有 很好的减肥效果 吃生姜 或者是泡水喝 能够很好的 加快人体的代谢 清理肠道 去湿 对于减肥 能够起到 很好的促进作用呢 生姜当中含有的 姜辣素成分 对于人体代谢 能够起到促进的作用 而且能够 加快体内的热量消耗 促使体内的燃烧脂肪 从而能够促进减肥 生姜当中含有的 膳食纤维比较丰富 对于肠道蠕动 能够起到促进的作用呢 能够加快肠道内 油脂肺物的排出 减少脂肪的形成 从而能够起到 帮助减肥的作用 准备几颗橙皮 不需要太多 10颗就可以 要选择5年以上的橙皮 橙皮对于减肥 含有帮助 我们可以用橙皮泡水喝 效果更好达 如果利用橙皮减肥的话 搭配着其他的减肥食材 这样呢 效果会比较更好 橙皮中含有的 挥发油类成分 黄酮类的物质 能够帮助体内的油脂消耗 减肥期间 使用油腻的食物 我们喝橙皮水 可以促进脂肪的分解 从而降低肥胖的几率 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破壁机里面 也可以用果汁机 加入两百开 让盖子直接交打就可以了 果汁搭好之后 倒入碗中 营养又好喝的 苹果 梨子 奶昔做好了 苹果 煮过之后 里面的柔酸果胶 膳食纤维 得到很好的软化 更容易消化吸收打 就有很好的纸屑 通便的双重作用 喝起来口感 微微的甜 比较好喝 减肥期间 可以喝上一杯 通便效果很好 晚上我们经过休息之后 会堆一大量的废物 垃圾 早上喝上一杯 能够开好的醋排便 可以把身体 脏东西全部排出来 催瘾肠肉的蠕动打 补充人体所缺失的水分 供给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喝完之后 饱腹感很强 减少其他的食物摄入打 从而能够开好的 减肥减脂瘦身 而且能够美容耀眼 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 把多余的脂肪 油脂垃圾 全部排出体外 如果有便秘朋友们呢 也可以试用一下的 效果很不错 可以缓解便秘 坚持几天你会发现啦 大度难不见啦 腿细啦 腰也细啦 整个人特别的有精神 肤色又好看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您还喜欢我的视频 替您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同的精彩视频 给大家更新的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